Hello 大家好 我是杨蜜 今天不能够来到小时代的发布会现场 是因为我今天要去定期的去医院做检查 所以今天就没有办法来现场跟媒体朋友 还有跟大家见面了 我觉得我们都比之前更有默契了 不会像第一部 第二部在拍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需要试探 但是每个人其实都已经知道各自的方向是什么了 然后也都找到自己很明确的路线了 那可能第一 二部比较明显的是 林肖都是在学校里面 还有包括去打工实习的一个探索的一个过程 那到第三部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脱离学校了 遇到的问题就是关于爱情与工作的选择 那可能林肖会有他自己的选择 拍摄小时代真的是一个很开心很快乐的过程 然后也非常非常相信的剧组 还有相信大家 感觉每一个部门所有我 然后都很担心我的身体 然后都比我自己还要担心 照顾我照顾得非常好 然后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会给我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氛围里 你不仅仅是工作 就享受大家照顾的一个过程 小时代对我来说感情太特殊了 那他可能陪伴我从学生时代开始 然后从失恋开始 然后一路然后陪我步入社会 到现在已经为人气为人母 然后我觉得他真正的陪我一起经历了我一个 我几个很重要的蜕变的过程 所以小时代对我来说有不同的意义 谢谢导演把林潇这个角色给我 然后谢谢大家可以陪我一起 把小时代这个梦做完做好 那也希望我们做的这个梦 是你们想象中小时代的样子 幸福 我自己掌握之内 DJ Zoe Gel wichtig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